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先带您来关心的是80年来最惨 暴雨席重庆 岐江水位飙涨了11公尺 而且三峡大坝现在告急声越来越急 中国气象台市井最强暴雨将至横扫长江流域 十个省份 所以有大陆专家就说 六亿人要准备好 开始逃跑吧 憲哥 对 那这次的洪灾整个侵袭对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而且西南地区来讲非常的严重 我们看到重庆一天之内 它的下雨量是143毫米 那我们这边有三段的一个照片流出来 就可以发现到非常非常的严重 比如说那个水都已经淹到一楼二楼了 那都跑到了这个顶楼去做一个避难的动作 车子都那么重了 就像子船一样到处在漂流 连那个水泥车 那么重的水泥车都撑不住了 这样倒下去你就说 水泥车都撑不住 对 撑不住 因为没有办法 那个洪水来的时候力量有多大 那我们也来看 包括那个铁路的铁桥 公路整个断了没话讲 这是铁路对不对 连铁路整个都淹没了 你就知道这个重庆这一次的一个受伤 受灾有多严重 就整个重庆都泡在水里了嘛 对 那除了重庆以外 它的岐江流域那边 那个淹水竟然淹到多少 淹到了20公尺 那20公尺是七层楼 七层楼高 整个流域 那是1940年以来 关你讲的没有错 80年来最大的洪灾 而且据说那个水水桥都淹了 对 刘德华拍片 在那边拍的水水桥 这一次整个都垮掉了 我们这两边来看 这个在右手边的是那个水水桥 现在的一个 现在已经被冲垮了 左手边是电影 那时候在拍的那种美丽的风景 所以这一次对整个四川地区来讲 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样 那当然除了四川以外 贵州也非常的严重 六个县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那目前来讲已经知道 是三个人到二十个人的死伤 那整个道路的积水是一二三四四米高 四米高等于接近一层楼半 这么高的一个道路的积水 除了贵州以外我们也来看 包括像四川的上游的自治区 叫做甘之丹巴县两个县 第一个土石流 土石流一来的话 一米一秒之中就把整个村落就摧毁了 那它一秒之中你看 这一秒而已你躲都躲不到 逃都逃不了 那它有一个阿娘勾一村 剩下整个村庄全部被冲毁掉 剩下十五户的人家 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是6月22号到6月25号 还有一个强降雨 这一次的强降雨 整个中国24个省县市都刺在蛋 他们都变成一个防汛旗 所以现在大家比较担心了 这个强降雨再来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大家都在想说 这样三峡大坝你敢撞得掉 现在大家怕撞得掉 因为连官方说法也是一变再变 对 那现在三峡大坝的水位 已经高出原来设计了两米 那高出两米以后 大家都可能没问题 你不要说没问题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 有可能我们来听一下 官方过去它的讲法 2003年的时候 你不用怕三峡大坝就是固若军汤 它可以防御万年一亿的水灾 这是2003年 到2004年的时候 讲法又不一样了 可以防御千年一亿的水灾 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 可以防御100年来的一个大水灾 这一次80年 这次是80年来的大水灾 到2010年的时候 它的管理局的处长说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三峡大坝 这样的话不好 官方讲的话越来越小胜 从万年到千年 从千年到百年 到现在不能寄托希望 对 它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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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越来越麻烦 对 越烦恼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担心说 万一如果三峡溃提的话 会怎么样 三峡若溃提 第二 在经济上不得了 40%的GDP都泡在水里 更严重的后果是 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好消息了 更严重的后果是 也不用跟台湾打仗了 因为整个后备军团 也全部跑在水里 对 那三峡如果溃提的话 坦白讲不只是洪水可怕 它还有20亿立方平米的一个沙石 土石流 土石流更可怕 加上30米 5小时 五小时 宜昌 这个室 它会淹水多少 淹水七层楼高 所有七十万人全部不见了 在十个小时 它会跑到武汉 一天就跑到南京 然后从南京 在黄埔江 从上海出海口 你看这一流域下来 就是阿关你讲的 中国的40%的GDP全部不见了 那这个流域将近有六亿的人口 你说可怕不可怕 除了这个以外 军事上有一个 他们的解放军的一些 一文的一些人出来讲说 你知道中国的后备军 整个都在藏这个三峡大坝以下 如果说整个溃体的话 那90%的空降兵全部死亡 那100%的陆军的空降师 全部灭顶 45%的集团军不见了 28%的步兵团不见了 20%的装甲师也不见了 这么多你听起来就知道 这有多严重 万一台海两岸稍微打 不用打 没兵好打 因为都淹了 对 所以说这次看多严重就好 在那儿经济面也非常的严重 它是2008年到2012年 它整个防洪的效益 就有770亿人民币 所以它做水坝以后 对它的经济是贡献很大 我们讲2018年那一年的话 它的发电量是一兆千瓦 那一兆千瓦是什么概念 一兆千瓦可以让一亿户的 三口人家 就是三亿人可以用5.72年的电 可以让北京 整个北京用10年到10年半的电 可以让全中国用60天的电 所以它过去所创造的占GDP 等于是一年将近一年 等于是12兆人民币的GDP 所有过去三甲开始 到现在的发电量 等于是一年的GDP 所以这一次如果水坝一溃滴 就是阿军说的 百分之四十都没有了 你想说这次多严重就好 等郭文贵语出惊人 他说三峡大坝有溃坝危机 为什么中国政府好像没进去呢 郭文贵当然你说的 这个国嘴长不出向 他说 我跟你说 你虽然说人的死亡 他都没进去 因为李克强讲说多难兴邦 你知道的话他代表说 中共现在把人命不当人命 但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这样 那当时插着等 为民党到核心插着等 你如果真的不要说是 应该是说为民党到核心都插着等 但是插着等不能说 你都不能跟老百姓说 真的恐怖吧 本来就是这样 你今天要打仗之前 你这将帅怎么可以说我很怕 警司机也要往前线去视察 而且如果官方说三峡大坝有溃坝危机 那相关的省份 那六亿人 对啊 不就走啊 是要走到 你现在行走你也没得走 就还没有溃坝就已经先垮了 所以没可能 所以没可能说 知道也不能够 但我们回来看 民间当然是很担心了 所以现在开始有人说 中国可能真的今年会出事 因为李淳峰早有预言 出现日环时就是不祥之兆 对 那我们人如果不照杜利 天就不照杀祭 那我记得日环时 大家都有看到 什么上帝的经界 好 这是六月二十一号的日环时 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有异象 其实在唐朝的李淳峰 推辈族的李淳峰 他就有讲 他说遇到这种事的话 会什么 必有亡国使君之灾 这说得很严重 所以我们过去看 一百二十年前 一百二十年前庚子年的鸦片战争 然后华别瘟疫 八国联军 对 抗日战争 唐山大地震 抗日还有唐山大地震 都在之前出现过日环时 台湾也有 对 台湾在2009年7月22号 它不是日环时 只有一个叫做日偏时而已 所以就出现了八八大水灾 记不记得 行政院长就下台了 还有什么很多的部长都下台了 八八水灾小林村灭村 七百四十七个人埋在土里面 找不到尸体 你就知道 光是一个日偏时就这么严重 这一次的日环时 大家真的戳在蛋 好 民间会有日环时之说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重大灾难 但这代表老百姓人心惶惶 我们回来看盘面 在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当然是苹果 为什么关心苹果呢 因为苹果说我自己要做晶片 当苹果自己要做晶片之后 有人戳在蛋 有人欢喜 我们来看 全球新冠确诊破九百万 但苹果的股价却刷新 而且创下历史新高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说我要自己生产晶片 包括iPhone将来也可以当作车钥匙 苹果翻译的APP 也问世了五大系统升级亮点 在它这一次发表会 引发了非常大的回响 所以股价也就往上走高 初董 好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 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就是强者很强 强者大家都去追 你很难想象 今年大家知道全球新冠疫情 可能破一千万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对 既然谈到强者很强 苹果当然是最强的 对 所以我们来看日K线 在今天股价持续往上走高 还再创新高来到359.46 我们回到盘中走势 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晚上 每股是大涨了2.62% 来到了市值1.5兆 是 我想全球的所有的资金管理者 一定要买什么 最强势的股票 全值最大的股票 你觉得苹果有比过去好很多吗 今年不一定 代表资金行情一定要去买什么 最强的股票 市值最大的股票 就像台积电一样 所以自然会让这些强势股 全部都一路往上涨 这个现象也发生在国家 现阶段全球的资金 跑到最强势的国家哪里 美国 你看看2020年 今年疫情这么严重 美国的NASDAQ 今年可以涨到12% 你美国的NASDAQ 你看费的贸易可以涨7% 很明显 全球的所有的资金管理者 为了绩效的问题怎么样 我一定要去追强势股 把钱汇到最强的国家 就是美国 台湾部分表现也不错 你可以看到 NASDAQ 台湾是OTC比较强 涨了7% 但特别提到一点 你看有没有 欧洲的部分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股价相对比较弱 今年还是跌了7到17% 亚股表现还不错 重点是 如果你的国家 科技占的比例比较高 你的股价相对比较强势 大家可以看到 像韩国 比如说南韩 只有3个% 台湾 对 下跌3个% 甚至OTC我们还涨了7个% 对不对 另外有一点我们特别提到 这几年的国家 有些国家在2018年 股价创了新高 有些股价像今年是2020年 像欧洲美国 如果以昨天的收盘 距离近三年的高点 我们看一下 最弱的还是这些新兴的市场 你看没有 韩国 香港 上海 距离这三年的高点 还有将近17到27个% 因为他们在2018年股价创了新高 这波整个修正下来幅度很大 即使今年是小跌 但是距离高点 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另外可以看到 欧洲的状况也很糟糕 大概平均是11到21个% 台湾表现还不错 你看加权指数距离高点只有5个% OTC只有1个% 最后看起来全球很重要 美国最强 科技股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个股的部分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Apple 市值在大概9000多亿的时候 大家说什么时候会上照 什么时候会照 一直在谈这个事情 转眼之间 1.5兆了 1.5兆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个市值增加幅度非常的快 另外Microsoft也是1.5兆 Amazon也是1.3兆 代表什么样 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在 这些强势的股票 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另外提一下 这是美股重要的部分 也是科技股强者很强 我们刚刚有没有看到 注意到很明显 你看 这个科技股的代表是什么 是NASDAQ和费城 就比刀重子来得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这一波真的传产 受伤情况非常严重 另外特别提一下 你可以看到 今年的涨幅部分 你可以看到 有些相对比较弱势 你看 这个是Google Facebook 另外Twitter 你看没有 基本上涨幅都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这些社群媒体的平台 还是要靠广告的收入 但是因为大环境不好 大家不来登广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Google 像Twitter Facebook表现都不好 相对弱势 相对比较弱势 受到疫情影响 最有利的部分是什么 Amazon 它的这个Data Center 它的电子商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涨到47% 另外最强是什么 Tesla Tesla 涨了1.38倍 对 另外我们特别提一下 Apple今年是涨20% 差强人意 没有那么强 但是它 但是它是一直在创新刀的 很稳定的望上涨 但是有人提到一点 未来很重要几个 第一个是行动支付 Apple有 Apple Pay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 电动车的部分 Apple事实上缺这一块 所以有人在提到说 未来 所有的硬体 大概都差不多了 是 你未来要怎么去让 Apple更上一层楼 真的有可能是电动车 要去发展 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所以未来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现在 其实欧洲自己有一个 电动车计划 因为我知道 就一直在进行 对 你看全球很重要 像欧洲一部分 在补贴 汽车部分 全部都是电动车 一般的 走油的汽车 基本上都没有在补贴了 所以未来电动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另外可以看到很重要 比如说看到 相对记忆体还是比较弱 你可以看到 Intel今年没涨 没涨 另外像Quackle部分 手机也卖得不好 没有涨 所以说盘面上 还是跟着基本面在走 但是资金的集中效益 让很多受益的部分 股票涨幅非常的大 那今天媒体谈到 Apple自己要做晶片 那自己做晶片之后 就不用跟Intel买了 Intel是利空了 对 我们特别看一下 Apple未来大一统 现在苹果的iPad 那个iPhone的部分 都是用它自己的处理器 是ARM的架构 唯一的就是什么 MacBook 还在用Intel Intel的部分 大家知道 你可以看到 Apple永远是选择最好 效能最佳的部分 它从PowerPC到Intel这个过程 大家知道 过去Intel的所有的效能 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Apple 别无选择 只有去买Intel的处理器 但是这几年 台积电的制程越来越强了 长期而言 Apple还是要自己研发处理器 就是说这个水到渠成的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你看Intel买 价格一定比较贵 那我自己做比较便宜 我自己研发 台积电的效能又强 所以很明显 自己在做处理器 所以未来一定是大一统 但是未来有个问题 我们现以前 你看没有 处理器是什么 用Intel的X86的架构 它可以灌Windows和Mac的OS的部分 但是未来如果它 用自己 AM的架构 对不起 你可能Windows的部分 可能不一定能用 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是买什么 Windows架构的 X86的 比较习惯的用 只有对苹果比较爱好的人 会去买MacBook 用OS 其实上并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因为现在 你可以灌Windows 两个共用 可以共用 所以将来你如果买苹果的笔电 就只有OS可以用 OS可以用 现在很多的看盘软体 还有游戏的软体 全部都是X86架构 Windows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这个部分 未来可能会影响到 相关的软体的应用的部分 好 那选顾的方向 是不是也要做调整 我觉得第一个 新年代股票真的涨得太多了 有些真是买不下走 但是重点是强者很强 如果你过去没有赚到这些股票 我劝你还是要 还是要稍微冷静一点 我建议像第一个群联 大家可以看到 8299的群联 8299 对 群联的股价 你看相对是比较弱势的格局 但是重点在于 它的本益比真的不会太高 它今年大概赚30块钱 现在是290块 本益比不到10倍 股价是慢慢缓步的往上走 你想想看 之前涨很多的 我们就不要追了 可能有 你看很多的资金 未来很多股票涨很多 它慢慢会移出来 选什么股票 本益比相对比较低的股票 体质也很好 这些股票我觉得基本上 现在买都应该很安全 未来应该有补涨的机会 这是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基本面非常好 但是股价短线真的涨幅很大 我建议大家可能要稍微冷静一下 如果大盘真的有拉回这种股票 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普瑞 我们之前讲了高速传输 未来资料传输速度非常多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高速晶片在中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盘中走势 在今天普瑞是跌的 跌的 0.8% 开高走低 但从K线的角度来看 它是在高档持续创新高 它是缓步往上走 7年大概赚36块钱 36块钱 大家注意到 翔硕股票拉到1000块之上了 相对本益比比它来得高 但是我觉得现阶段可能不要去追它 但是它也是Apple的概念股 未来出Apple相关的MacBook这些 它是相对比较有利的部分 现阶段我建议不要去追它 但是长期可以观察 好 请出动带我们来看台积电 因为既然苹果要自己做晶片 代工一定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应该会增加订单 为什么股价在今天没有太大的反应 我个人觉得台积电很重要是市值最大 它今年的获利大概很稳定 我们之前提到大概17块钱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说 大家注意到 六月份开始外资大量的钱进来 700多亿 首先的买超第一个什么 台积电 好 我们看一下外资 所以外资首选一定是台积电 市值最大基本面又好 好来 非常明显 17,043张 对 买得不少 但股价在这些不太动了 我是觉得大家对它本益比 目前还是觉得大概在20倍 所以大概在330 340那个附近差不多 会在这边一直整理 对 我觉得未来 当很多的资金在进来的时候 别无选择 现阶段就是把本益比拉高 如果它明年的EPS 又很快地跳升速度的话 本益比加上EPS的弹升 会让它股价更上一层楼 也就是说 我认为迟早要涨的 但稍微要整理一下 好 这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当然大家在观察苹果市 昨天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发表会 跟过去的发表会完全不同 过去发表会是 库克站在台上 穿着衬衫牛仔裤在那边秀 但这一次 它是完全用视讯和影音 对 这次很特别 我想苹果大概也闷坏了 去昨天的发表会 大家有看得出来 诚意十足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的发表会 一开始怎么样 这个是他发表会的视讯 带大家用虚拟的方式 看这个贾博士的剧院 上面看一下是圆圆的 现在贾博士的剥离 走进去 就像带你在慢慢走到会场 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走下去了 慢慢走到了会场 会场上面 看到没有 这是发表会的现场 谁在等你 当然是库克 库克就站在现场 准备要发表 有没有 他走出来了 感觉好像我们亲临现场 没错 就想念你自己亲自到那个现场 去介绍这样的一个 发表会这样的情况 自然座位上都是空的 没错 自然座位上都是空的 但是而且这都是预录好的 没关系 这不是重点 他昨天发表的东西很有诚意 第一个我带大家来看 以后开车 娟姐 你不用害怕 你忘记带钥匙 你知道吗 因为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 你以后iPhone就是你的钥匙 手机就是钥匙 没错 你的iPhone就是你的数位钥匙 你只要通过这个钥匙 我们带大家来看 通过这个钥匙的话 你靠近车子的话 自动解锁 你一上车的话 如果你放在固定的位置上面的话 他马上一按一个发动键 他就发动了 那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 你又开车的话 你没有 靠近了 他就开锁了 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你的车子 想要给你的老婆开 你的朋友开 你只要在手机上面稍微按一下 可以把你的钥匙 转到你想要开的 那个人的手机上面 他就可以走到你的车子上面 所以将来代客 爬车不用把手机给他吧 不用 不然我刚刚在这边想说 那如果将来是用手机开车 我代客爬车把我的手机给他 那还得了 你只要把你的数位认证 丢给他就好了 丢给他就可以了 你老公要开车的话 那如果你有三四台车有没有 你一样带一个iPhone 你就可以开三四台车 那爬车小弟开完之后呢 我再把数位认收回来 没错 就这样一次性就结束了 好 这是第一个最大的亮点 第二个亮点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画面 iPhone呢 娟姐 是不是每次用iPhone很烦 一堆APP有没有 几十个 几百个有没有 好多哦 接下来不用担心了 你看这画面 像那个垃圾桶一样 帮你准备好 整理成一个像什么 像图书馆一样 他自己帮我们准备好 一个一个群组有没有 你所有的APP都把你整理掉 比如说你想像影音的APP 他就在一个群组里面 你想要看股票的APP 他在另外一个群组上面 一堆的群组 像我们LINE的群组一样 重点是还是很乱对不对 不用担心 你常用的 他会帮你排在前面 所以就直接点你需要的就好了 如果说你还是找不到 上面有个搜寻 你马上搜寻就找得到 所以这很方便 很方便 非常非常方便 这iOS是 局限APP太多了 没错 还有另外一个更方便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以后基本上 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个画面其实 我想要说一句话 就是它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画面 基本上你有任何的微卷 就是说 任何一个小APP的功能的话 你只要放在iPhone上面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天气 你只要打开 上面就可以直接显示天气 以往我们要看天气的话 你要点进去看 现在不用了 直接在桌面上 随时显示你的音乐 股票 天气 都在上面 所以你常用的 他会直接把讯息 在画面上搜寻 即时你只要开机 即时就有了 比如说我每天都在 盯鸿海的股价 对 自然红海有变化 他就跳出来给我看 你就不用再开 那个股票软体了 它直接上面显示股票 但是我为什么说 它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其实说实在的 看一下我手上的Angel 好不好 原本就有了 我的Angel就有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Angel系统就有的功能 Angel系统就有了 所以苹果到 这时候才跟进 你会跟他 我就是日期 然后我要听歌 上面就有听歌 然后他自己会跳出来吗 对 他自己会跳出来 Angel上面早就有了 可是苹果这时候 终于跟进了 所以很陌生 但是也很熟悉 所以你希望Angel系统手机 我希望Angel系统手机 所以苹果现在有点落后 那个照片看起来蛮大 对啊 电脑上面本来就有了 对啊 十几年前就有了 只是苹果现在把它 整合到手机 对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们常常一天到晚 在看影片 觉得你如果要用iPhone的话 看影片很烦对不对 当有Line来的时候 当你想要用Ciri去 O的它乐器的时候 我觉得你先暂停 然后先接电话 对 然后或者先暂停 先回现在讯息 现在不用了 现在影片就在你的网页上面 跑来跑去 你要它放哪里就放哪里 你要它放大放小 它都可以帮你完成 所以iOS14这一次 把这些功能 像Angel的功能 也全部都加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一边看影片 影片做其他事 没错 回Line 接电话等等 或者是突然有人来 你不想让他看什么 你把他收起来 他走了你就把你的影片拉出来 那是你才需要 对 所以这些功能的话 都交用iOS14 所以接下来的iPhone12 真的很让大家期待 好 台湾的iPhone 当然要谈谈苹果 台湾的苹果当然要谈谈郭台铭 鸿海在今天召开股东会 200块是我们的规划 那刚刚我们阿土伯又给我们新的规划 那那个100多出来的100块 真的是可能要靠我们创办人 土伯说300块当时会到 李安伟说我们没有规划到300块 我们是规划200块 200块是什么时候会到 也要跟我们说一下 所以来 今天是李安伟第一次主持股东会 而且是没有郭台铭的股东会 怎么观察 其实去年其实郭台铭就没有出席股东会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他要竞选 没有 去年他要竞选 7月15号才是国民党的初选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请吕芳明代为主持 那么今年他又没有竞选 但是他本身又是个人股东 但是他居然没有出席 那根据主席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个创办人最近很忙 忙于什么呢 忙于创业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 这个台湾首富 有这个将近2000亿的财产 那么居然最近准备要创业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信息 子晨因为你在鸿海集团工作过 对 郭董也很熟 郭董也需要为了创业 忙到没有办法出席鸿海股东会吗 其实今天的这个鸿海的股东会 是看起来这个风平浪静 我们看到刘洋伟面带笑容 跟阿土博 大家都谈笑风声 谈笑风声 对 然后底下的这个股东发言的时候 都是很正面的 这个也时间也很短就结束了 跟过去的这个有几年 其实这个鸿海的股东会 都会开到下午 那么可是在这个风平浪静底下 有没有一些波桃汹涌 那么我提几个线索 大家不妨在未来几个月当中来观察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郭创办人没有出席呢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刘洋伟就讲了两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第一个创办人今天很忙 为什么呢 他忙着要创业 那么后来在这个股东发言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刘台安先生 他在日月潭盖了一个大饭店 那么还是还蛮有名 刘台安 对 然后他就讲 他说他特别起来发言说 郭董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 郭董晚上打电话给 昨天晚上打电话给刘台安 我是说小股东 刘台安不算小股东 他自己有一个饭店还蛮大的 不是 我说他对红耳而言是小股东 是的 没有错 但是有趣的是说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要问郭董 那郭董打电话给他做什么 刘台安告诉 对 刘台安说 郭董告诉他说 我现在要创业 那么你觉得我创什么好呢 刘台安说 我们现在台湾 其实有非常多的饭店 都快要倒闭了 有很多五星级的 六星级的 你就花钱去把这些都买下 买下来以后 我跟你讲 房地产 土地将来一定涨价 那么将来你这个财产 就不止现在如此 那这个郭董就跟他讲 这个刘台安讲 不是 我没有听到郭董讲 他说那你要跟 这个刘洋伟董事长讲 要鸿海集团来支持我 奇怪了 他是我们全台湾第一 最有钱的人 还需要有人来支持他 那这个表示说 我们郭先生正在规划的事情 一定是一件大事 大事 而且这个大事 郭先生当然只做大事 难道会去卖豆浆 不 这个大事是指的是说 连他自己都还需要别人 来支持他的大事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件事情 就是阿土伯说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变成300块 那么这个刘洋伟当然就提醒说 其实上次我们这个创办人 讲的是200块 交代的是200块 你如果这个阿土伯 是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个支持者 那么他现在帮我们 订了一个300块 那我们另外这100块 就要靠我们创办人 来帮忙这个达到这个目标 为什么还需要创办人回来 协助创增加这100块呢 所以郭台铭要回去重掌兵府 我不晓得 我今天只提出一些线索 大家想一想 所以郭台铭 照理说这个刘洋伟 已经当董事长了 要多100块也是他的事 那为什么 怎么会跟郭台铭有关呢 对啊 郭创办人现在69岁了 那么他会再回来吗 所以留下了非常多线索 第一线索是 郭台铭难道要去做观光业吗 要买饭店吗 郭台铭要回来重掌兵府吗 郭台铭对政治真的忘情了吗 好 我们回来看 2317红海的股价 在今天没有追加配息 配4块2毛钱也不错 来股价拉尾盘 表现不错 在今天涨了1.65% 好 那我们来看 以80块附近如果配4.2的话 那他的一个殖利率 就差不多5%左右 其实是相当的高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这是去年的 是去年拿来今年配 不代表今年明年还可以配4.2块 这要特别注意 那土豪心肝太大 现在八十块的房子问到三百 我不用心肝太大 我都问两百当时的来了 好吗 一定来 一定来 只要两个减资就来 用减资最快 我们国内全世界只有台湾 利用减资在创造股价的飙涨 是从历经酒店开始 减到股本少了以后 你过分你如果落到一页的时候 青菜也就开一开 在贪就贪十块了 贪不贪得更简单 对不 很简单一定会上 刘良伟他今天讲了一句话 他说未来 鸿海追求的是毛利率提升 从6% 一年提升1% 2025年要提升到10% 如果2025年提升10%的话 那么以目前80块的话 应该就可以拉到150块 如果 我讲的是如果 真的照他这样 因为鸿海太大了 应该不会减资 但是提升毛利率 1%就惊死了 提升毛利率对股价 跌越势力多 因为你看他集团 去年就做6.27兆 是兆不是一兆 是6.27兆 所以那个1%就惊死了 所以如果真的 刘良伟讲的 从6%拉到10% 2025年会到 一年1%的话 那150应该会到 对 现在股价收在 80块两毛钱 好 能不能买 其实他这一波涨得不多 从65块你看 我们看这个低点 65块到80块 涨得差不多15块左右 其实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他现在 刘良伟讲说 今年的第三季 因为第二季一定不好 这不用说 第三季会比预起来的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刚刚也看到 苹果的那个 新产品的发表会 正式推出了 那应该不会有 这个时间地缘的问题的话 那第三季应该大拉货 那大拉货的话 如果有爆发性的 一个成长的话 我觉得他再拉回来 因为除息以后 除息是扣自己的 那除息又80块 扣掉4块 都剩下70几块 所以觉得在70几块 附近的上下 可以分批布局 好 所以可以分批布局 谈完了我们台湾的好家人 我们来谈谈对岸的好家人 对岸出了一位 年轻轻壮派的赐富 不是台湾 是中国 第二有钱人 来看拼多多 拼多多黄震的财富 达到1.3兆 已经超过马云了 超过马云 现在只输谁呢 只输马化腾 所以是对岸的赐富 第二有钱人 有高少年了 1980年出生 观众朋友 今年这40回 所以富豪榜上 有位80后的杭州人 他的身价 比肩马鱼 他是拼多多创办人 对 他是何许人业 我们等一下再来分析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中国的富豪的身价 大部分跟他这个 上市公司的股价会相连 所以股价的一个波动 都会影响到 他们的一个身价 因为他们有股份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的一个排名 第一名当然还是9G 这个排行榜第一名的 这个腾讯的马化腾 他目前的一个身价 是529亿的美金 第二名就是刚才阿关所说的 这个青壮派的80年后 才40岁的叫黄真 拼多多的一个创办人 他目前的一个身价 已经来到454亿的一个美金 拼多多真的钱多多 真的赚多多 对 名字也取得好 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马云 但他被洗下来了 他现在目前的身价是439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所属的三家公司的一个股价 在最近的一个表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腾讯 腾讯是在香港挂牌 他挂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股价 已经成长了多少 564倍 从挂牌的一个低点 一直到今年的一个高点 对 吓死人了 然后他今年从疫情之后的上涨 是49个% 49到多还少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拼多多 拼多多从挂牌也没有多久 到现在已经涨了3.7倍 但是今年从疫情过后 一直到最近的一个高点 股价居然上涨了1.96倍 那个几乎是完胜 其他的两家 那马云这一家 这个阿里巴巴的部分 今年从疫情到现在的话 他的股价只上涨33 所以也就是说拼多多的股价 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上升 所以导致这个黄征 创办人黄征 他的一个身价就开始暴涨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看黄征到底是何许人业 第一个 他是含着金汤池 银汤池出生的吗 完全不是 他是杭州人 他的爸爸妈妈是一个很普通 就是在工厂起家的 然后但是他是学霸 所以他从小非常非常的会念书 从杭州的这个万语国小 然后之后到这个所谓的浙江大学 混合班 那个200人里面居然被他考进去 但他人生就慢慢慢慢 那混合班只录取200人 200人里面他居然是200只录 对 各位你要去想 在台湾200个人还OK 在中国的浙江的200人 那个是多么不容易挤进去 你这么说台湾的200人我也挤不进去 也挤不进去 好 再来的话就是 当然我们知道富贵要人帮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碰到贵人 21岁的时候 在2001年的时候 他碰到他人生第一个贵人叫做丁磊 丁磊是谁呢 就是这个网易的创办人 他们之间怎么结缘的呢 就是因为黄征当然就很会写程式 然后丁磊这个部分就碰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结果就在网上看到了黄征的文章 所以透过MSN那个时候 还没有其他的交流平台 透过了MSN以后去找到了一个黄征 然后之后黄征帮他解决了问题之后 他就开始慢慢的去英雄行英雄 然后之后就开始提息他 提息他之后引荐他看到了人生的 第二个伯乐也就是第二个贵人 叫做段永平 段永平是谁呢 就是OPPO跟VIVO的创办人 段永平认识他之后 就以他来这个帮他来处理所谓投资的问题 然后也势如己出 那你知道他多重视他 段永平有一个故事 在2006年的时候 段永平用62万美金 标下来跟华伦巴菲特吃午餐的机会 那段永平带了两个人 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 一个就是黄征 所以可见他对黄征多重视 好 那第三呢 黄征慢慢的从读书开始到什么 开始要到毕业了 那毕业之后他接到了两份offer 那一份offer是当时已经挂牌很久的 叫微软Microsoft的 那大家当然会知道说 能到这种大企业里面 就跟到苹果是一样的意思吗 但是另外一家叫做Google 但是各位不要去用今天的Google 去看Google 当时的Google股票是没挂牌 其实未来充满的风险 也充满的不确定 但是段永平就建议黄征 他说你要就直接去Google 所以他听了他的话 去了Google之后 用三年的一个时间 从他原先的一个原始股东 然后之后就开始 Google一上市了之后 就开始累积到数百美金的一个身价 然后开始创业所谓的第一桶金 所以2015年他先创立了 拼好货跟拼多多 然后隔年的9月 然后就开始把两家合并 然后变成所谓的拼多多 正式的拼多多 三年之后就开始在纳斯达克挂牌 所以这一个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那么回来看 所以股价其实藏了很多猫腻 哪些是长真的 哪些是长假的 哪些是长实的 哪些是长虚的 好 我们听完了拼多多的故事 也看到了比如说中国的电商市场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台湾的电商市场 我们台湾挂牌的网路股 比如说有上凡 数字网家 富邦梅 购马吉 或者是这个创业家 那真正的其实比较像 我们刚刚所说的拼多多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京东 或者是你看到阿里巴巴的概念 应该是属于网家跟富邦梅 富邦梅 那这里面的龙头应该是富邦梅 好 所以富邦梅的主要竞争对手 其实是网家 但是网家现在已经不构成威胁 那就成交量的角度来讲 也只有这两家比较能够操作 其他基本上因为量都太少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聚焦 在8454的富邦梅跟8044的 富邦梅就是我们打开电视 经常会看到的Momo 但是当然它主要做的最好的 还是在网路 好光你记得吗 一个月前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那个股价实在在这个位置 400 500多 那个时候疫情才刚刚结束 中断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700多块的一个股票 700多块 尤其是那它前几年在烧钱 但是它现在所有的钱 烧掉的钱都是为了它进军泰国 或者是你去看它再增加其他的一个 平台的一个销售 那这家已经到了龙头 它不是没有对手 它的对手不是在网家 它的对手在全联 它的对手在小七 好 那到目前为止它还OK 你看它第一季的营收的话 YOY是28 这个QOQ的部分是28.7% 然后第一季的获利的话是3.98 其实基本上都是完胜往家 那这一家公司到目前为止 也都没有什么破线的一个状况 未来你要操作的时候 第一个外资不要连续性的卖出 股价不要去跌破月线 基本上都还OK 但是各位在季报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到它海外的部分 就它泰国的这个部分 如果营收的费用有开始 这个费用的部分有增加 或者是它的这个赚钱的数字变小的时候 应该就这个股价要撤出的时候 姐姐 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财经圈的大腕 银行投资教父 宋雪人离婚了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而言 比较熟悉的应该是 张晴芳离婚了 但他们两个为什么离婚 不是感情很好 不是之前很安爱 还是开演唱会 还在台下鼓掌吗 我们来看歌坛的东方不败 张清芳在昨天宣布离婚 让粉丝很震惊 她要断开15年婚姻 大家都说她嫁得很好 嫁入豪门 而且还送豪宅给她当贵妇的张清芳 过去曾经自豪说她嫁得很好 想不到传出离婚之后 才让我们回头去看 她曾经类似 说她一个人在家里很寂寞 所以她们两个人到底为什么会离婚 对15年的婚姻 昨天的这个时候发出震撼 带一个离婚声明 而且是张清芳亲笔写的 她说七月签在传 演艺圈也在传了 我干脆自己亲笔来写 这里面写的 因为我们无法克服的差异性 这句话很悬嘛对不对 什么叫无法克服的差异性 15年了还没办法克服 中天当然有讲了 就是说法律程序是今年暑假才要签 去年年底就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然后最后还讲一句话说 这是最好的决定 怎么可能呢 一个月前还讲 买了联合大鱼那个豪宅 联合报都更改的那个豪宅 他们老公的公司买了一户 他自己买了两户 是联合报都更的那一栋 对 忠孝东路 下面就是商办 上面是豪宅 上面是豪宅 那个是郭台铭还有什么蔡宏图 他们买的这房子 张清芳一个人买了两户 他老公买了一户 上个月才买啊 对不对 大家就觉得说那很恩爱啊 夫妻两个 张清芳的名义买了两户 他老公买了一户 换句话也就是他们家买了三户 买了三户 那是蛋黄中的蛋黄 表示说他们2015年 搬回来台湾之后 非常好 更恩爱 更幸福了 而且他在大职 也投资了个法廊嘛 所以他觉得说问题在哪里呢 没有办法 克服的差异性 大家一头都入水 可是他说这是最好的决定 朋友就说他真的不能忍了 终于不要忍了 为什么不能忍了 我们来看他过去曾经谈过 我一个人在家很寂寞 我最需要一个发泄或一个 一个肩膀靠的时候 我常常是晚上的时候 其实是旁边没人的 你别看我这样嘻嘻哈哈出去 因为 我们都在啊 对啊 所以我就要靠简讯给你 我本来想希望小燕姐安慰我 你随便啦 没关系啊 你尽力就好 结果他就跟我讲 妳是这样子 妳是... 妳是这样子 就坐起来 就去睡觉 我们才发现他曾经讲过 对 其实他所说的 没有办法克服的差异性 也包括这里 就是说个性上面 宋学人是非常严谨 非常拘谨 非常内向的 张青芳是很外放很阳光 很需要很多的朋友的 好 嫁去香港当贵妇 当年她是主动求婚的 女生主动求婚要嫁过去 嫁之后生了两个儿子 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 得到4500万的游艇的礼物 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 得到一栋豪宅 所以在外面表现出来 就是很恩爱 宠妻 无极限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成一个贵妇 像不像金丝雀呢 在家里面她觉得 因为每天按表操课 每天要送小孩 要照顾着 每天晚上在家里 要开宴席 要请客人 所以她觉得说 到了十一二点之后 自己入睡之后 自己喝一点小酌 她觉得说今天这样 一天就过去了 可是你知道吗 她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个性 甚至于你知道吗 她后来想说 因为她这辈子 没有在小巨蛋开过演唱会 她非常希望说 我可以圆这个梦 可是不敢讲 有一次悄悄地问了老公一下下 老公说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家有缺这个钱吗 我没有必要去开演唱会吗 后来好不容易说服了 你看 终于2010年跟2015年 登上小巨蛋了 好 张青芳要开演唱会 那得经过说服 你喜欢我的干吗 我想你能看不出来 那时候我又有点 有点难度 是你为我 穿起每一刻都快乐 忍住今天 所以毕竟圆了梦 是啊 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演唱会 所有酬劳都捐作公益 老公说我们不能赚这个钱 你要做公益我才让你出来 所以你知道吗 圆的梦 可是这个钱全部是老公买单 因为他觉得说 你不需要赚这个钱 那你就是说 介入航门之后15年了 也就是说宋玄认为 唱歌赚钱 这件事在他们家是不行的 对 还有很多的差异 他说无法克服的差异 还有什么呢 你知道吗 他说我很寂寞 为什么老公 因为做这个投资顾问 这个理财教父 所以到处要去开会 到处要去出差应酬 他有假的 他说他在家里 其实常常是一个人在家里 度过漫漫长夜的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家里是有门禁 12晚上10点以前 一定要回家 灰姑娘 灰姑娘 而且你知道吗 他老公盯他盯得多紧 他是扑管眼很严重 他说有一次好不容易 跟刘嘉玲那些人都约好了 出来喝一个下午茶 四点五点还不到 你知道吗 他才刚坐下来 查点才来的时候 老公电话来了 老公那天提早回家了 他就跟刘嘉玲 他们说对不起 老公提早回来了 我要散了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老公只要在家 他就得在家伺候着 对 而且通常是 老公回来前一个小时 他必须在家里等着 他们家的管教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知道 他说 你看我好多好不容易的朋友 那真是一入喉门生死海 对 还有包括说 你看很多 无法克服的差异 包括什么 教育小孩的问题 因为他说小孩 就是说有时候 吃多了也不行 吃少了 老公也会生气 就是说你没有教好 没有把他们从小灌输好 甚至于他说有个小 他里面有个儿子 就是说吃饭吃一次 有时候腿会盘起来 学张青芳 张青芳吃饭 腿盘在椅子上 他就说有时候 就是不小心 就是以前的习惯 腿会盘起来 小孩就学了 老公非常非常生气 因为这样还打那个小孩 甚至于就是说 他们父亲因为这个 吵过很多次架 所以说无法克服的差异 包括很多种演唱会 好不容易开了 你知道吗 开的时候还出了一个插曲 就是说他老公那天 还盲肠炎这个发作 演唱会坐轮椅来听 听到一半又痛起来 又送回医院去 那也圆了梦了 你知道吗 2015好不容易搬回来台湾 在台湾你看 刚刚我刚讲的 联合大鱼 全家买了三户 正要大展宏 你知道吗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胜利组 生两个儿子 得了老公这么多的宠爱 结果最后他不忍了 他要做回东方不败 好 公主王子的故事 毕竟只有在童话书 才能看到 到了之后大家就知道 是要介绍圣言神给你吗 对 第一眼的印象是 不搭 落荒而逃 我刚刚讲落荒而逃 因为没有共同话题 他们就在讲 就是他是财经的人 你的观念里面就是 你怎么看一个 完全不搭嘎的人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化学作用 就赶快再做一个多钟头 我就走了 第一次见面 没有化学作用 对 也不搭嘎 但还是结婚了 对 因为第一年 张晏王已经38岁了 她非常想结婚生子 那正要碰到宋雪人 其实她们谈恋爱 谈了半年的时候 她有一天跟张晏王子讲说 我想要分手 她第二天有个计指会 她想说 我要在计指会里面宣布说 我这个恋爱结束了 小燕姐劝她 说你就再试试看嘛 这么好的一个人 好不容易碰到了 结果她打消那个 就是说分手的念头之后 进入侯门 15年都过去了 大家以为说 她得到了千万宠爱 还有两个儿子 这么好 14岁跟15岁 然后到现在还移居回来台湾 一切这么圆满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克服无法通过的一个差异性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编曲 稳定的 那是这样的 这就这么说 你会有什么 有一路 感谢观看